一玩就是一个物理系最终极的门派 然后鉴定了一把武器 命中很好 伤害达标体耐双加 体耐双加有点歪 但是花果山能用 凌波城用稍微次点 凌波城没有血耐的 花果山有血耐的 因为他有多宝一 882 33加33再乘以个0.57 70的话是十多灵也能用的 但十多灵不可能体耐双加 也就是37.62加882 加133.33 这把武器呢 花果山存伤是一千 综合属性是一千零五多 比非专用的极限要好 再看看号的底子 愤怒不磨 野兽不磨 永不磨损项链 破血不磨 这种布膜装备 其实很实用 零食物爆加穿刺 任务的号没玩几天 又要卖了 一工一法 好吧 这把武器卖了能买 哎呦 又出了个布膜 又出俩布膜 武空是自己的小号 夏日风也是自己的小号 风格 我自己鉴定了18万的 160的 150的军火 就出了一件布膜 好像卖了18000 你是鉴定了多少钱 出的这啥 这把武器能卖多少钱 这把武器的话 就是一个 十七八万的武器 这把武器就是 1050多的武器 不达宝石 十七八差不多了 然后耗的底子 看看 限定了12万左右 把武器 因为你这耗底子比较好 直接就能玩 所以说武器的话 可以再稍微多加一点 还有身上两件布膜 800的布膜锤子 现在是55,600除以3 加531 这锤子应该是731 这不太行 504减退250除以3 加544 762也不太行 这把武器应该是能卖上一个2万多 这把武器应该是17,000 8,000 两把差不多4万 你刷了12万 还是不亏的